這個就是杜拜第二大的購物商場 叫做 Mall of Emirates 它已經很久了 自從杜拜 Mall 起了之後 就變得不太熱鬧了 多數本地人在購物 或者在這裡住的外國人 遊客就很少了 現在少了很多 因為遊客去了杜拜 Mall 杜拜 Mall是世界文明很出名的 是全世界第一 這個就是杜拜第二大的購物中心 地鐵有一個站 很方便 很多東西走很多東西看 它有兩個食通天 有兩個食道道 都有很多東西吃 現在沒什麼人走 這裡很多人不停地擦地 兒子 位都是在中間 咸子 大小 融工 佛心 大小 屋子 不停地 不停地 在上廷 最喘的 對 相配 大家看看 全部都是明白的 本地人多 現在開始祈禱了 大家聽不聽到 現在開始祈禱了 教國家 這個百貨公司都在裏面 這個商場有中文的 路牌指示牌有中文的 給大家看看 這個中庭 經常有人抹地 不停地抹地 看到路牌寫字嗎 美食廣場 迪拜滑雪場 全部有中文的指示牌 目測見到全都是本地人 他的屋頂 每個人都在街上 在街上 台北市場 還好 忙碌 有很多人在街上 很多人在街上 這裡有一個指示牌 寫著家樂福 地鐵站 電影院 喜來登酒店 商場都很好走 因為不是很多遊客 九成都是在這裡住的本地人 地爐有一間很大的家樂福超市 跟多巴摩差得遠 多巴摩是人山人海 地爐有一間很大的家樂福超市 本地人來這裡購物 Kid姐拍給大家看 他收銀做工的人就要站在那裡 接著有人幫你搬東西 不用自己搬 全部都是孟加拉印度人 你買了之後在購物車 他幫你拿上運輸帶給錢 穿橙色背心 全部都是工作人員 這裡很多人做工 大家見到了 每一個櫃檯都穿橙色制服 在這裡幫你搬東西 全部都在Cashier 上 到 後裏有人幫你匠形 你看到了 他幫你幫一費yonsieur 你不用自下做 這個人幫你把 Franz 杜拜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不过这些是属于中等入息的人 如果外劳很穷的那些 赚很少钱的 一个月赚一千滴拉姆 杜拜的超市就是这样运作 要穿制服的 橙色制服 大家看到 帮你袋东西 帮你放在购物楼上 你只付钱就行了 这些劳工人工很便宜 因为孟加拉 巴基斯坦那些人 他们来这里做工 相对比在他们的国家是很富裕的 因为他们可以存到钱 东西太贵 他们没东西买 一个库塔有三四个橙色制服的人 在这里做服务员 帮你帮你袋东西 我包裂的 不怎樣生活,去超市買東西 遊客、旅行團,你們是看不到的 不會來這裡的 好像在印度,這裡全部是印度人 Kid姐,貼地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杜拜不愛如是一個國家 不過全部都是man-made 就是全部都是強行做出來的 在一個沙漠裡 這個幫你推賣 推賣在停車場 推賣在停車場 或者搭的士 有這樣的服務間 這裡的人做事很開心 很好笑容,很開心 可能他們人工高 又不用納稅 這裡就是Mall of Emirates 我拍一下小小片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外面就是剛剛Kid姐去完的地方 叫做Mall of Emirates 在杜拜 第二大的購物商場 現在我在Mall of Emirates 接著帶回紅色的地鐵 去Mall of Emirates Tower 六個站 很方便的站 接著 之後再加上 一條之間 感谢观看